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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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 这个有大众小情人封号的传奇艺人 好莱坞的经典童心 Shirley Temple 大陆一名为秀兰邓波尔 台湾也是一名秀兰邓波尔 香港则是亦为沙利潭宝 昨天晚上逝世 想念85岁 新岛记者刘如谦的报道 秀兰邓波尔在1928年4月23日 出生于加州圣莫尼卡 三岁加入电影圈 以童星身份出道并走红 之后接拍多部经典电影 1934年年仅6岁的沙利潭宝 以一头卷发加上甜美笑容 成为快智人口的新星 当时的票房成绩远胜同期的其他童星 他主演的电影包括小安琪 新霍氏歌舞团等 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 为不少人带来欢乐 他出演约40部电影 更协助电影公司20世纪霍氏 避免破产 秀兰邓波尔22岁时退出影坛 1960年代开始从政 曾代表共和党参选国会 但败选 其实80年代先后担任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 驻加纳吉杰克大使 也是美国第一位女礼宾司司长 1999年获美国电影学会 评为百年来最伟大女演员第18名 秀兰邓波尔于昨晚11点 在南湾乌塞的住所安详离世 中年85岁 家人当时均陪在册 星岛记者刘如谦报道 众所期待的王章会登场了 两人会面时是互以官衔 主委跟主任互称对方 而两岸关系可以说是正式进入新的篇章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的主任 张志军以及台湾的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的 负责人王玉琪在南京会面 在王章会之后记者会上面的 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的主委王玉琪 他又说呢 双方同意陆委会跟国台办建立常态的沟通机制 这也有助于业务对口的单位接触 也是有助于沟通 王玉琪下午两点的时候呢 在南京紫金山庄以及紫金厅的会议中心 与大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的主任张志军来会面 首次的召开会议呢 是全程大概是三个小时 会议当中还包括了像是当前两岸关系 沟通机制以及X法后续的一些协商问题等七大问题 而会面时呢 王玉琪向张志军赠送了一块台湾造型的玉 上面写的是玉建台湾的字样 张志军呢 则是向王玉琪赠送了有这个中山林图案的南京锦绣 来看记者的报道 2月11日下午14时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 与台湾方面大陆委员会负责人王玉琪 在南京会面 就两岸关系形势和政策及两岸交流合作 有关问题交换意见 这是双方两岸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 第一次正式会面 深感两岸关系能有今天这样的良好的局面 实属不易 也凝聚了两岸无数人的心血和付出 我们应当倍加增悉 共同努力维护好 并继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良好势头 我们双方应该下这么一个决心 绝不能让两岸关系再遭折 更不能走回头路 我们将会针对这段时间以来 我们两个单位已经进行过一些一定的讨论的一些议题 来进行意见交换 不过我认为 光是我们能够坐在同张桌子上 坐下来讨论问题 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了 会谈中 王玉琪邀请张志军访问台湾 张志军接受了邀请 这场王章会呢 也是两岸事务最高机构负责人 历史性的一个会面 他所带来意义包含哪些呢 我们也为您连线到这个台湾的陈一新教授 来听他早前对这个王章会的一个看法 这个王章会呢 本身当然具有相当象征性 也具有高度政治意涵的一个会面 因为去年呢 在APEC亚太经合会的会面呢 可以说是一个特别安排的一个会面 当时呢 张志军呢 本来已经确定要参加APEC亚太经合会 那我们这边只把这个王玉琪呢 列为这个肖万长带团的 这个里面的队伍里面的一个顾问 由这个方式来让双方见面 就做了一个第一次突破 双方在那个时候呢 互称这个官衔 这一次呢 我觉得当然就是更具有正式或者官司的意义了 第一呢 我们是定邀参加的 也就是大陆也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突破 第二呢 在正式的一个场合呢 双方在误称官衔 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具有政治 高度政治意涵的一个会面 但是呢 是否会达成什么重要协议 当然有可能会谈及一些问题 包括双方互设办事处的议题 不过呢大陆或者台湾这次都没有准备好 要做任何的签署文件的一个动作 所以说即使有谈及这些议题呢 不见得会这个签署这个一个双方互设办事处的一个协议啊 王章会之后呢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马席会到底有没有可能成行 那我们也听听这个陈一新教授的他的看法 至于马席会就我来看呢 因为今年是国民党和民进党七合一的选举 这里面呢可以说是牵涉到几千位 甚至上万的候选人 那么选出会好几千位公职人员 那么以前从来没有那么大规模的一个阵仗 而这次呢有这个七合一选举 所以谁也不知道呢 两岸的议题会不会因为发酵而造成对选情的影响 那么不管从民党的角度或者从国民党的角度 那么都希望呢这个马席会呢 尤其是国民党不希望因为失奔失利 民党呢假如真的有马席会 他一定会利用各种的理由呢来批评执政党 那么所以说双方一定会小心翼翼 而中国大陆呢会不会有什么浪步 我想这个也是会引起争议的 即使触及这个议题也不可能在选前完成马席会 假如要有什么可能突破的话 应该也是选后也就是明年初的情况 这个情况因为那个时候呢 西卫一选举结束了 总统选举还有一年多 那么这个时候才有可能真正的谈及这个问题 要提出解决之道 接下来带您关心一下这万区方面的消息 从今天开始这个海湾大桥 靠近三藩市一边的西半段呢 将会以这个三藩市市长 也就是加州众议院议长布朗的命名 那这有超过500人出席今天的庆祝仪式 布朗说这也是对他一生当中最佳的一个诠释了 新岛记者张震的报道 海湾大桥西段的命名仪式在金银岛上举行 今天正好也是布朗的妈妈出生的日子 布朗感谢家人对他持续的支持 加州参众两院早前投票通过大桥 以布朗命名的立法 以一个建载的人命名一座建筑物实属罕见 因此受到包括现任州长谢力布朗在内的不少反对声音 但布朗幽默地表示 他会享受每年被超过一亿价次的车辆碾过的感觉 春风满面的布朗被记者问到 海湾大桥新桥出现漏水的问题时 打趣地说 布朗表示 获得这一命名 是他一生为公共事业奋斗的最好诠释 我认为这一生的公共事业奋斗 已经成为了一场的诠释 为全国人的诠释 这很重要 我感觉我非常感兴趣 我非常感兴趣 他做了这些诠释 副州长纽森 州检察长贺锦丽 三藩市市长李孟贤等政要 出席了仪式 提出命名法案的州众议员 伊斯多·厚 赞扬布朗改变了历史 我们今天在这里因为有些人像Willy Brown 不一定要成为篮球明星或者绕舌歌手 接受良好的教育一样可以成功 新岛记者张正报道 海湾大桥以这个布朗市长的名字来命名 那我们要稍微带您了解一下 关心一下这个布朗市长整个的背景 今年79岁的威力布朗担任了加州众议员超过30年 其中15年是担任众议院的议长 是首位非议议长 也是加州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议长 离开众议院后 他于1996年至2004年就认为旧金山第41届市场 也是旧金山市有史以来首位非议市长 被旧金山世纪报评为旧金山史上最卓越的市场之一 在他的市长任期间内 旧金山的预算提高达到了52亿美元 创造了4000多个就业职位 布朗是一位对自己的外表特别讲究的政客 曾被时装杂志 是A2评为旧金山最会着装的男人 威利布朗的私生活也相当的多资作彩 现任的加州总检察长贺锦丽 就是他的前度女友之一 另外联邦众议院第17区候选罗康纳今天中午接受了星岛电视的访问 他说华裔跟印医在很多方面是要互相合作的 有很多的看法是一样 尤其是对于下一代教育是特别的重视 来看看我们记者陈丽娟的访问 作为37岁的这个年轻候选人 您觉得您有什么优势可以取代已经在任七届 也就是13年的买亨达国会议员呢 As someone who teaches economics at Stanford and who has worked with the high tech industry I have a vision for how to create high tech jobs economic growth, help small businesses I have a passion for education and have worked with the local schools in Fremont and Cupertino to make sure we have good teachers in the classroom who understand what they should be teaching young people for the skills of the 21st century and making sure our schools are funded we need new thinking and new ideas to be competitive in the new economy and I have a greater expertise on those economic and education issues than the current incumbent I've actually found that the Chinese and Indian American communities have been cooperating a lot and we have so much overwhelming support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because they like my vision on education both Chinese and Indian American parents want their kids to do well you know when I had 92% on my exams my dad said where's the other 8% and so the Chinese and Indian American communities have a common vision on education 湾区唯一8点黄金党国语电视新闻正式登场 1月13号起 青岛电视Sintel TV 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到8点半 在Xfinity Comcast 238号台Crossings TV 为您提供最深入的湾区及国内外大事报道 深入多角度抛击热点新闻 1月13号起 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锁定Xfinity Comcast 238号台 以及Sintel.TV 星岛电视个人视听新享受 史丹佛大学发现的可疑包裹就是虚惊一场 还有哪些焦点新闻呢 我们请明月大门关心 好马上带大家看今天的焦点新闻 乌伦警方呢现在正在通缉一名飞翼的男子 怀疑他与一宗劫车和绑架案有关 事发在今天中午的12点左右 在红木街的4100号的Safeway门外 一名身高五尺七重165磅的飞翼男子 持刀强行抢去一架红色的2011年的 Infinity的修行型的房车 车上还载有一名老人和13岁的女童 这一名飞翼男子呢当时身穿绿色的上衣和牛仔裤 而被劫走的房车加州车牌的号码是6JFM648 任何有案件消息的民众呢 请立即致电911通知警方 斯坦福大学的其中一座教学楼呢 在今天早上9点左右发现了一个可疑的包裹 导致附近的多座建筑物的失声呢被紧急疏散 当局也派出了拆弹部队到场应对 到中午12点发现这个并没有任何可疑 教学大楼也是依然恢复了开放 东湾的Contra Costa县呢 加州高等法院今天裁定 一名劣质文士的Richmond男子强行猥亵儿童罪 和两项强奸罪名成立 判处22年的监禁 被告为52岁的奥曹亚 从1998年开始将一名12岁的女亲戚 以性奴看待长达15年 李警官表示以案件的严禁程度来看 22年的监禁期还是太短 美国提高债务上限的期限在本月27号届满 国会众议院下午通过议案 无条件的提升债务上限一年 这项议案由共和党籍的众议院长伯纳提出 应总统奥巴马的要求提出不附加条件 提高华府借贷上限的议案 以便民主党议员表决 议案将再提交参议院进行投票表决 法国总统奥朗德今天在白宫 与总统奥巴马举行了双边会谈 奥巴马说法美两国的联盟关系 从来没有如此坚固过 奥朗德在联合记者会表示 在美国的监控事件上 法美两国已经恢复了互信 而互信是基于保护个人隐私和尊重 奥朗德又说两国要继续打击恐怖主义 奥巴马也表示 美国并没有和任何的国家达成协议 不进行间谍活动 但又指美国收集外国情报时 会努力的保障隐私 但需要维持大规模的情报收集活动 双方又谈到伊朗的核问题 奥巴马说伊朗需要以科技专家能确认的方式来证明 他们所有的核项目都是出于和平的目的 他警告说如果伊朗领导人不解决核矛盾 就会加紧对伊朗的制裁 另外奥巴马应奥朗德的邀请 将于6月到访法国出席 纪念二战的盟军登诺曼的70周年的活动 最新报告显示 去年在旧金山市举行的 第34届每周杯翻船赛 费用达到1150万元 比原定的550万元翻了一倍 虽然如此旧金山市市长李孟贤仍然期望 第35届比赛留在旧金山市 并表示将会控制费用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休息一下一会回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您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 那春节前夕的中国湖北省的一名6岁的小男孩 遭到省生割掉双耳 日前的这名男孩呢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湖北的报道 1月28号 就在人们欢欢喜喜迎接新年到来之时 湖北襄阳市削集着 芒河村的一名6岁男孩梵梵 却被自家婶婶割掉双耳 并砍上下巴 当地医院以为梵梵接活诱饵 2月10号 梵梵随父母到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寻求治疗 院方为梵梵进行了检查 将免费为她再造作二 2月11号 记者在医院见到梵梵时 她正在母亲的陪同下进行抽血化验 整个过程梵梵都很配合 没有哭闹 据了解 戈尔婶生张某是男孩的二婶 今年35岁 警方介绍犯罪嫌疑人张某因涉嫌故意伤害罪 已被依法刑拘 目前实施异地羁押 张某是否有精神问题将预计调查结果确定 如有需要将进行鉴定 此案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中国广东省东莞市大力扫黄已见出见成效 那也来看看记者的报道 2月9日 广东东莞市多个娱乐场所被曝光 存在卖淫嫖娼等违法行为后 东莞警方当晚对全市娱乐场所 开展统一清查行动 记者10日走访东莞多个乡镇和市区 发现受警方的扫黄行动影响 当地的多个娱乐场所纷纷关门歇夜 往日霓虹闪烁的南方不夜城瞬间暗淡了不少 对于此次警方扫黄行动 不少东莞市市民表示支持 认为类似事件对东莞的影响很大 打击色情行业有利于提升东莞城市行销 在广州的今天上午呢 有上千名的押运员停工走上街头 要提出加薪改善福利等诉求 我们来看记者从广州的报道 押运员梁连伟表示 停工是由于对公司的薪酬 福利 奖程 枪支管理等制度上存在不满 2月8日 一名税保安全押运公司的押运员 在押运途中被自己的线弹枪击中头部身亡 成为停工的导火索 我们公司几百条扣分规定 扣分扣钱 你加分不加钱 你都不知道是为什么 然后他扣下来的钱去哪里呢 是员工身上下来的钱 那扣了钱 钱去哪里呢 不知道 没人知道 受押运员停工影响 广州市多家银行停止现金业务办理 中国农业银行多家支行贴出公告 称因押运公司问题 部分柜台业务受到影响 接下来带领关系是财经方面的消息 美国12月批发库存上升了0.3% 数据也反映了美国企业在年底累积存货减慢 也可能影响到第四季的经济增长的一个数据 联储局的主席叶伦上任之后 也首次的出席国会听证会 他就表示说最新的失业率降到了6.6% 但劳工市场呢 是仍然还没有完全的复苏 不过呢随着经济逐步的改善 联储局预期将继续削减刺激措施 他完全支持前任主席柏南科的政策取向 他也认为说呢 近期环球市场波动 但现阶段不会对美国经济的前景构成实质上的威胁 另外收到国会同意推进提高美国国债商务事件的一个立法 以及叶伦呢 是重申了循序渐进退市的这个策略不变 带动了美股是上升了1% 美股连升第四个交易日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是 今天华尔街三大指数的一个走向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5994点升192点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4191点升42点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1819点升19点 汇价方面美元兑换人民币报6.06 港元7.75 台币30.29 欧元0.73 日元102.65 英镑0.60 澳元1.10 油价每桶报99.89美元跌17仙 金价每盎司报1290.80美元升16.1 白银报20.22美元升11仙 明天又有可能转为这个下雨的几率 可以说是相当大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来关心明天的天气概况吧 SINGTOW WEATHER GIRLS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们参加了星岛清算小姐选举 认识了很多好的朋友 增加了自信心 享受服务社区 欢迎你们也来参加 星岛动员全员 编织美丽文化 星岛清算小姐选举 现正接受报名 优胜者可获3000元奖学金 星岛周刊的封面嘉丽可能就是你 暴民详情及参加表格 请增悦星岛日报 欢迎回来 今天又有哪些新鲜出路的娱乐新闻呢 我们请明月带我们来关系 好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 陈可新唱谈了第八届的亚洲电影大奖 赌城风云票房也是不俗 周润发希望和谢霆锋再次合作 梁家辉 刘嘉玲再次演情侣 称激情戏很默契 一起来看详细内容 2月11日 第八届亚洲电影大奖在香港举办记者招待会 本届亚洲电影大奖将一改往届由香港地区主办的形式 邀请韩国 日本等地的影人参与 以推动亚洲地区电影业界的互动和交流 香港著名导演陈可新 护邀担任本届电影大奖的评审团主席 她说自己对今年亚洲各地区影人的联手合作充满了期待 香港影地周润发与艺人谢霆锋亮相由二人主演的电影《堵城风云》的新春团拜活动 该片自今年1月31日大年初一上映以来 在港澳地区的电影票房已超过3000万港币 内地票房超过2亿6千多万港币 这部电影是周润发与谢霆锋二人的首度合作 在当天的记者会上 赵润发表示 期待二人的再次合作 我都常常叫她撈个故事的 她死都不想的 她说不得闲住 同一天 电影《北京爱情故事》在北京举行首映里 香港影星梁家辉和刘嘉玲在这部电影中 饰演一对各自有家事仍要偷情的情侣 现场被问及拍摄激情戏份是否会尴尬时 两人均表示 这么多年一直都很默契 商台众高层昨天率领全体DJ举行新春团拜 并一起穿上喜气洋洋的红色服饰 气氛热闹 陈志云也趁机宣布商台新动向 指张博之将连同好友Rick Chin 于下月起为大龙凤节目担任星级主持 暂定为期一季 至于与黄宗泽抱姐弟恋的杨征 则成为被调侃的对象 更多相关娱乐资讯 请留意明天出版的星岛日报 有没有这个过节时狂欢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有啊 还特别难忘 真的 我相信每个人这个狂欢的时候都非常难忘 那这也是非常刺激跟好玩的 这个起源于北宋年间的这个冰洋的炮龙节呢 是独具地方特色 也堪称是中华一角 有着东方狂欢节的美称 在2008年被列入了中国国家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那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 我们就跟着这个记者的镜头去稍微体验一下 这个中国式的狂欢 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星岛头条新闻 我是海湘 我是明月 祝你有一个愉快夜晚 晚安 晚安 再会 你看来 我怎么会 Instagram 一 Mol ons 这期事 不分 不用 你的 ul 能 在 努